那么上次介绍是英国伊丽莎白那个时代 整个伊丽莎白时代有一个今天看起来是非常重要的 在人类文明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这个一定要介绍一下就是这个莎士比亚 那么在莎士比亚他他生前其实也算小有名气吧 但是并没有达到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莎士比亚这个高度 那么今天这个主题其实应该是讲三十年战争 那么在之前呢把上一次没有讲完的那个伊丽莎白时代那部分 再讲一下就是关于这个莎士比亚这部分 那么莎士比亚他的英文名字就这么写对吧 很多人应该很熟悉的 1564年到1616年 1564年出生在英格兰王国什么 莫里克郡艾文斯河畔斯特拉夫特夫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今天已经是旅游圣地了对吧 因为是莎士比亚的出生地 那么只将关于莎士比亚的出生 他的死亡他的主要的人生经历没有什么问题的 因为他出生有不是要出生症嘛 那时候那时候的人都要去受洗 那么教堂里会留下某某孩子几月几号受洗 那么但是还是不知道他是哪天生的 因为受洗那天可能他已经出生好几天以后才报到教堂里去受洗 那么死亡的话也会有他都有遗嘱 他都有遗嘱就是他死了以后财产分给谁 那么1582年的时候 这个地方其实是比较偏僻的 怎么说呢算农村小镇嘛 不是很热闹的地方对吧 1582年的时候呢18岁的莎士比亚结婚了 对方是26岁的 那么实际上是肚子已经大了 女方肚子已经大了 年轻人嘛对吧 所以就结婚了 结婚以后就不守生下了个女儿 1585年又生下了一对龙凤双胞胎 莎士比亚还是不错吧 那么目前我们知道莎士比亚就是三孩子 其中一个儿子在十岁的时候就夭折了 很可惜 但是最后莎士比亚还有两个女儿 这两个女儿基本上从他的经典就是属于正常人的经历吧 那么莎士比亚戏剧中有好几部都有关于龙凤双胞胎的故事 这是早期那些喜剧的一些巧合啊 一些什么原因啊 都是用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第十二夜》这种 《第十二夜》啊 莎士比亚那些喜剧都值得去看一遍 特别是早期那些轻喜剧都非常有意思 今天看起来也是非常搞笑非常好玩的 那么同时在喜剧中带有一点的背的 像《第十二夜》他是父母双亡了 剩下一对双胞胎的哥哥和妹妹 他们到了一个地方 因为他们双胞胎长得一模一样嘛 所以他妹妹女扮男装以后就跟哥哥区分不出来了 其实我觉得还是蛮贵的 反正就这么一种各种巧合吧 组成这么一个喜剧结果 那么这也是导致这个 那么现在很多人分析 莎士比亚这些早期喜剧中有双胞胎的情节 可能也是有道理的 那么而且莎士比亚那个要职的那个孩子 名叫哈姆雷特 那么或许跟后来的哈姆雷特有关系 那么也有人分析说这个名字是当时是很通俗的 很多人叫这个名字 所以说哈姆雷特呢 那个时代其实也是属于丹麦的名字 哈姆雷特丹麦的王子嘛 所以或许有点关系对吧 那么1564年出生 那么我们知道他结婚了对吧 也知道他上过一些什么学校 也就是一般的中学小学都读过书对吧 目前的史料1592年之前 莎士比亚经历过什么事情的确实也不太清楚 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那么肯定他那时候就来到伦敦了 那么他的家人还在那个村子里 也就是说他进伦敦打工 也不知道村子吧一个小镇嘛 他赚钱是要然后回老家买房子 跟我们今天很多人来上海是一样的 他来到伦敦参与某剧团的剧本编写 或者表演工作 就是说他到底是写剧本的 也有人说他是自己也演过戏对吧 那么今天有资料查到是最早在1592年就有人评论他了 那么1592年我们看看他才几岁 28岁 既然有别人评论他说明他已经引起别人注意了 1592年有一个叫罗伯特罗林的人发表了一个著作 著作中有这样一段话说 这个人在表演者的外表里面裹着一颗老虎的心 那么自以为有足够的能力像你们中间最优秀者一样 善于称淀出一行无影师 而且他是什么都干的打杂工 自负的认为是全国唯一的这个姚汉舞台者 有这么一个评论 没有提到莎士比亚的名字 那么老虎的心是出自亨利六世中的台词 这个震撼姚汉舞台 莎士比亚的名字叫Shakespeare是个摇晃着的毛 就是这个如果看字面的意思是摇晃 但是呢这个名字其实怎么说呢 在当时应过来说有很多人叫这个名字 也是个很普通的名字 所以说也没什么特别的 那么由此可见1592年之前 莎士比亚已经有了剧作演出 并且受到了当时人一定的关注 这是肯定的 1594年呢莎士比亚是入股了 有一个叫宫内大臣剧团 这个宫内大臣剧团听这个名字啊 实际上伦敦当时主要有两个互相竞争的剧团 那么这是一个 这个宫内大臣剧团不是说只对宫内的大臣演出的 不是这样的 当然这个女王啊或者那些大臣去看戏也是很正常的 只是起这么一个名字对吧 此后他的许多作品因为有审查记录 所以我们至少知道首演的年份 这点比较好 就是说还是能考证出来的 比如说他什么作品什么时候上演的 因为那时候都要登记都要审查 跟我们今天一样也要审查出来 有没有什么敏感词啊什么的对吧 先审查一遍 那么但是上演的年份不代表他创作的年份 有可能他之前早就创作过了对吧 1599年呢莎士比亚的剧团建造了这个叫环球剧场 那么1913年表演的时候因为火灾这个环球剧场被毁了 马上又重建了 1644年是彻底关闭了 一直到1989年这个环球剧场的地基被考古剧场重新发现 这是当年莎士比亚这个 而且莎士比亚是几个比较大的股东之一 股东 比较大的股东 那么1995年呢英国有人按照史料原貌重建了环球剧场 今天如果你去看伦敦有环球剧场 这是现代人重新造的 据说造出来那个样子大小 基本上都是按照当年那个史料里留下来当年的环球剧场 那么剧院的演出让莎士比亚有了一定的精英期收入 据考证1597年莎士比亚在家乡购买了很大的房子 赚钱了嘛对吧 莎士比亚的剧团在当时是很有名的 但是莎士比亚本人出身微寒 也并不是很出名的 相比之下有一个叫克里斯托弗·马洛在当时是相当的有名 这个是 那么1616年莎士比亚就去世了 这就是如果这样看莎士比亚这个人生 也就是他有一个剧团对吧 他可能也演过戏也写过剧本对吧 而且他还是剧团的老板之一对吧 这样看起来 但是他出身可能是比较穷比较偏寒对吧 看起来没念过多少书 小学中学是读过了 没有那种像培根这种 弗朗西斯克培根这样书过这么高等教育 没有 那么莎士比亚生前呢 他的一些剧本就已经印刷出版过 甚至有很多是盗版 说明这个东西还是引起人家注意了 否则怎么会有盗版呢对吧 那么1623年在莎士比亚去世七年以后 他的剧团里那些朋友组织下出版了第一部莎士比亚作品《集》 那么今天称之为第一对开本 收录有36部剧作 那么第一对开本中 当时有一个评论家叫本琼森提了一首诗 这首诗很有名 是非凡的成就啊我的布列店 你有一个值得夸耀的诚评 全欧洲的舞台都影响他表示尊敬 他不属于一个时代 而是属于所有的时代 这句话很有名 他属于所有的时代 那么至少我觉得他聚他的那些朋友 或者评论家本琼森 这三世比亚是非常推崇的 那么这些书出版以后呢 也是要过了很多年以后 等到18世纪开始文明全欧洲了 也就是再过一些年 等到德国浪漫主义时代 这个德国那些浪漫主义啊 民族主义特别推崇这种有古典精神的 然后等到1800年的这个时代 莎士比亚已经是英国的民族的骄傲了 那么看这个过程啊 这就是第一对开本的封面 这个当初印刷了很多本 因为有印刷数了嘛 那么这个印刷 今天很多图书馆里还能找到这个第一对开本 应该是比较值钱的文物了 虽然不是特别值钱 因为有很多嘛 流传在世界上有很多嘛 那么这张有莎士比亚的画像 这个应该是真实的莎士比亚的画像 那么现在网上关于莎士比亚的画像 那种网上经常看到的图片有好多种 有的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很多是经不起考证的 有很多被人误认为是莎士比亚的长相 但是这个第一对开本 既然是都是莎士比亚那些朋友 在莎士比亚去世以后给他出版的 那说明他确实是确实因为大家都认识他的嘛 确实长这个样子对吧 而且应该是晚年的样子 你看这上面一些人 莎士比亚 喜剧历史剧和悲剧对吧 那么莎士比亚的作品一共有多少呢 那么今天有很多考证 比如说有的作品可能 因为他是剧团里面编剧嘛 编剧创作剧本的嘛 那有可能是很多人一起创作的 那么现在有很多人考证 比如说这里面有些剧本 比如说某一幕可能不是莎士比亚写的 这有可能的 还有一些就是第一对开本里面没有收录的 那么我们今天也认为这莎士比亚的作品也有很多 那么我现在讲究今天的 主要的关于莎士比亚的整个作品 那我在讲的时候呢 我觉得听我这个讲作人心里 你也把眼睛闭起来想一想 你知道多少莎士比亚的作品 罗密欧朱丽叶肯定知道 对不对 我以前碰到的 研究生 研究生毕业了 我问他罗密欧朱丽叶知道吗 知道 是对情侣是吧 罗密欧朱丽叶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故事 知道吧 这时候就把他给问住了 罗密欧朱丽叶到底讲的什么故事 真还不知道 他回想一下我还真不知道 那么罗密欧朱丽叶是这么有名的一个作品 这个剧情不知道 那么我觉得这个其实 我说的 我个人认为了解莎士比亚这些作品的这些情节 或者主要的内容呢 是代表一个人的文化素养 看过那些书 这些书都值得一看我觉得 你不一定有很深的这种很高的这种研究的很透彻 想想梁氏球他们对莎士比亚研究这么深入对吧 但是对那些基本的东西应该有所了解 那么莎士比亚喜剧有十六部 有多少人能知道这些名字啊 《中纯见书》《洁大欢喜》《错误的喜剧》《爱的徒劳》《一报还一报》《温尼斯商人》《温莎的风流妇人》《种夏夜之梦》《无事生非》《泰尔前往佩里克尔斯》《迅汉记》《第十二页》《维洛纳二神士》《两位贵族亲戚》《暴风雨》《冬天的故事》《十二十六部》 《暴风雨》是整个在第一对开本里面是第一部作品 排第一的 然后在今天的所有莎士比亚全集里面 《暴风雨》一般也是排第一的 大家可以去看 历史剧一共有七部《约翰王》 约翰是谁应该知道 就是那个《大清章》那个时代那个约翰 不过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总体上评价没有这种喜剧、悲剧这么高吧 而且特别像亨利八世他也不敢乱写对吧 因为当今的伊丽莎白女王是亨利八世 所以他不能把赫里八世写成怎么样 悲剧十二部《克里奥兰》 泰特斯、安特罗尼尼克斯、雅典的太阳门、凯撒、麦克白、哈姆雷特 特罗尼斯与克里西达、利尔王、奥塞罗、安特尼尔与与克里尔佩特拉 辛拜林、罗密欧与朱丽叶 罗密欧朱丽叶是个悲剧的结尾 最后都死了 但是实际上它是整个这个剧本的形式 如果按照西方的那种古希腊以来的这个理论 它其实是一部喜剧 跟悲剧还是有区别的 那么莎士比亚还有十四行诗、一百五十四首 莎士比亚的这个诗啊 你们学英语的 莎士比亚不是说的那些一百五十行诗没诗 我以前背得出几首的 有几首是写的 你们现在假如年轻人谈恋爱啊 赶快去学几首 真的,真的,真的不错 还有长诗《维纳斯和阿顿尼斯》 那么《鲁克利斯·诗真记》《热情的朝圣者》《凤凰和班纠情女院》 那么这就是主要的莎士比亚的 基本上今天认定的莎士比亚拳击的这些作品 那么莎士比亚的作品它有什么特点呢 首先它有一大部分作品是被认为是早期的这个喜剧作品 就是首先这是有爱情有各种巧合 最终都是劫大欢喜的结局 而且往往是各种巧合,各种错位 一不小心怎么样 很少有那种很背的 其实这些东西无论是劫大欢喜、错误的喜剧、爱的徒劳 《寻寒记》、《第十二夜》 这些都是你看看笑笑就可以了 《总相言之梦》是属于那种梦幻剧,神话剧 你知道这些故事讲什么吗 第十二夜 第十二夜这个题目本身并不是 好像是当时搞一个什么活动 就是在某个节日之后的第十二天演出这个戏剧 所以叫第十二夜 但是第十二夜故事情节本身跟这个名词没什么关系 那么也有悲剧结尾的《罗密欧诸记》 这些都属于他的早期作品 那么中期 我们虽然不太了解莎士比亚这个人生经历 但是我们看他的作品 中期的时候他开始写出那些 反映出社会人人重大矛盾的这些伟大的这些悲剧 对吧 西方的对悲剧的理解 也不是说死人叫悲剧 我以前讲过 悲剧是指反映出社会人伦这个整个命运的这个最终的这个矛盾 对吧 这叫古典的悲剧都这样的 比如克里奥兰 克里奥兰 什么故事 古罗马的故事 对吧 泰特斯安 这个安特罗尼斯 雅典兰泰门 麦克白斯 哈姆雷特 尼尔王 奥塞罗 那么我不太喜欢讲什么四大悲剧 四大什么三大喜剧 我不太喜欢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只能给人家人一个入门的说法 你先看哪几部悲剧 或者先看哪几部喜剧 我觉得莎士比亚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是不错的 每一部莎士比亚的戏剧 我们今天不是讲很多国产剧吗 连讲的故事都讲不圆 沙士比亚的多数的 当然也有写的不好的 个别几部写的不太好 沙士比亚多数的这个故事 比如像暴风雨这种故事 那个线索非常清晰 故事情节前后 每一部发生这个故事怎么发生的 怎么结果的 由于什么样的巧合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清清楚楚几条线索 那《暴风雨》是为什么放第一篇 就是因为《暴风雨》这部作品结构是最完美的 对吧 晚年的悲喜剧 就是《暴风铃》啊 《新白链》、《通天鲁鲁鲁》 这个悲喜剧是什么东西 它首先是个悲剧 但是它不像什么里尔王啊 或者麦克白斯啊 一直是悲剧到底了 它是最终大家都和解了 那么也可能代表一种晚年的和解的心理 这是有种说的 就是明白这意思了 就是人到最后晚年 对于这个矛盾的这种理解 对吧 那么从故事的分类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英国伊丽莎白那个时代 不管这是沙士比亚自己写的 还是当时的观众喜欢看的 你会看到一个特点 首先 希腊、罗马的一大堆 希腊的故事 雅典的泰蒙 雅典的泰蒙不是古希腊的故事 只不过他说故事发生在雅典 有一个叫泰蒙的人 其实这个故事发生在哪里都可能 古希腊没这个故事的 没有任何希腊的背景 雅典的泰蒙我印象很深 因为以前讲那种资产阶级的发展 雅典的泰蒙他是怎么回事的 讲怎么样的故事呢 我稍微讲一下 泰蒙是雅典的一个有钱人 非常有钱 乐善好事做好事 谁穷他就给谁钱 由于他不断的帮助别人 最后自己一贫如洗 这时候他当他贫困潦倒的时候 他再去找别人帮忙的话 没有一个人理他了 雅典的泰蒙是愤世嫉俗 最后他变成个流浪汉了 变成个纯空人要饭的 但是他有一天来到一个山洞里面 突然发现以前的什么什么人在山洞里面藏着那个金子 这时候他的人生一下子 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 哎呀金子这种黄灿灿亮灿灿的东西 他是好人变成坏人 是什么杨家妇女变成什么 反正金子这种东西就是汉人的东西 最后他就看到这个金子以后他就发疯了 所以这是悲剧 种下业之梦 种下业之梦我以前介绍过的是那个希腊神话故事 雅典的提秀斯 雅典的国王提秀斯跟那个亚马逊女王 亚马逊女王进攻雅典对吧 最后还记得我讲过那个希腊神话 亚马逊军队进攻雅典对吧 最后雅典守不住 最后军队已经打到市中心了 雅典国王跟亚马逊女王单挑决斗 两个人对打的时候互相爱上对方了 然后提秀斯就跟亚马逊女王结婚了 种下业之梦就讲他们的婚礼 所以后来有一部著名的这个婚礼进行曲 门德尔松婚礼进行曲就是从这个里面来的 所以当我们现在年轻人结婚的时候 你们年轻人结婚的时候 你们听到的 当你们这个婚礼上婚礼进行曲想起来的时候 你们要知道这婚礼进行曲是从种下业之梦里来的 好多不介绍了 古罗马的故事克里奥兰我讲过吧 还记得吧 像凯撒和安多尼奥克里奥克里奥特纳 既某上属于历史剧了 这鲁克利斯诗政记是怎么回事 它是一首长诗 罗马王政时代最后一个国王不是暴君塔克文吗 就是因为塔克文的兄弟强奸了鲁特尼斯 造成了罗马人民发动起义推翻暴君的 所以我们从这种写这种东西里面 可以看出莎士比亚的这个自己的对于政治的一些态度 对吧 源于古代布列尖或者苏格兰丹麦的故事 里尔王算是古代布列尖 麦克白斯是古代苏格兰的故事 其实都是传说故事的 不是真的啦 苏格兰古代正有一个国家叫麦克白斯 但是跟莎士比亚写的这个故事之间没有太大关系 新白铃 新白铃又算罗马的故事又算不是 就是罗马军队入侵那个布列尖时代的故事 背景哈姆里特是丹麦的故事 说到哈姆里特都知道是王子复仇记 哈姆里特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故事 里尔王到底这么有名啊 麦克白斯里尔王这些故事 那现在因为莎士比亚这些戏剧作品啊 你们看中文版都有的对吧 因为戏剧不是小说不是长篇小说 不是让你们去看什么《悲惨世界》这样的 哎呀红篇剧主或者什么《战争与和平》这样的 长得不得了的小说 他这个戏剧作品就一幕两幕三幕四幕 就那么几幕 然后一本书里面就有好几部 今天《莎士比亚全集》《梁氏秋》那头大概有十本吧 每本里面大概有三到四个剧种 所以看一篇时间不用很花时间 那还有什么就看电影 网上有视频的 看完电影你就知道这个故事怎么回事了 特别是那些喜剧作品还是都是蛮好看的 特别值得一些 它是源于意大利的故事特别多 很多人就在说了 以前有人考证说莎士比亚其实是个意大利人 为什么这么多源于意大利的故事 而且他讲这些意大利的事情 英国的老百姓都能听懂 那当然也是因为文艺复兴以来 这个意大利文化对于欧洲的文化的影响 你看这个杰达一大堆全是那个当事人写一大利的故事是很正常的 不光是莎士比亚 后来人家看了 当然你从莎士比亚本人的脚像《寻寒记》讲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讲有个女的啊 那个泼粪 哎呀 厉害的不得了 见谁打谁 见谁骂谁 然后这怎么办呢 当然也嫁不掉了 对吧 泼粪的 然后有一个男的说我就能把他给驯服 讲这么一个喜剧啊 最终这个男的就把这个婆妇给 就训成一个老老实实的两家妇女了 反正就喜剧固扯 反过来看当时对于这种男女也不太平等 然后莎士比亚对犹太人也没好看 维尼斯商人里面这个犹太人就是个 很多人不知道维尼斯商人里面那个 其实维尼斯商人是个好人啊 我觉得高晓松这种人就是没文化了 我就明说他说维尼斯商人就不是好人对吧 其实维尼斯商人里面 维尼斯商人是个好人 反面觉得是个犹太人不是维尼斯商人 维尼斯商人他想做好事的 他问那个犹太人借钱 犹太人就恨唐嘛 那个犹太人恨唐 你要怎么还钱呢 身上割一帮肉下来 你还不住钱你就把身上肉给割下来 割一帮肉给我 最终他还不住钱 他做好人好事嘛 维尼斯商人叫什么名字 那么他们两个人拿着这个合同就打官司 然后在法院上你签的合同你得割一帮肉下来 然后这时候那个好人那边也有好人说了这句话 就是你割一帮肉可以的是吧 你的合同上可写的很清楚 你只能割肉 不许让他递下血来 你试试看 最终那个犹太人就没办法了吧 就这么一个故事 暴风雨 暴风雨是冬天的故事 无是身非里面有一个角色 就是那个西班牙的唐湖湾 出现在无是身非里面 反正就是真正的英国本土的故事 只有这个温莎的风流妇人 这也是个喜剧啊 别的都是历史剧 大致介绍一下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讲这么多东西 我觉得可能像里尔王到底讲什么样的故事 大家回去真的找一部电影 网上有视频的 看一遍 一两个小时看一遍 一下子就能知道了 然后确实也像里尔王这种故事 搞到最后确实看完以后心情会很不好 我跟大家讲 最后好不容易最后他的女儿带着什么女婿回来报仇了 结果还失败了 全都战死对吧 这种 麦克白伊斯是一部好作品啊 我觉得这几部作品都不错 麦克白伊斯他自己是个将领 他把那个国王给杀了 他们夫妻两个商量把前面那个国王给杀了 然后他们自己篡位做国王了是吧 然后这个莎士比亚西他们两个就整天惶惶不可终日 哎呀我们干了这么多坏事对吧 最后他把他最好的朋友也杀了 但是呢麦克白伊斯为什么会做这个事 因为他之前他在一个森林里面碰到一个女巫给他预言 说你会做上这个苏格兰的国王 那么谁会剥夺你的王位呢 除非某某地方的森林移动了 那你的王位就不保了 那麦克白伊斯就心想了 森林怎么会移动呢 森林移动的话 我王位才会被人推翻是吧 所以我干坏事没事 干净坏事也没关系 也不会有人推翻我 结果果然有人起义了 起义的军队准备向他进攻了 他也不用担心啊 我肯定能够镇压你们这些起义的 因为以前不是有预言过吗 一定要森林移动了 我的王位才会被推翻掉是吧 结果那个起义军快到他那个地方的时候呢 起义军人说我们要隐蔽 隐蔽 正好录一个森林 他们把那个树全砍了 每个人扛了一棵树 这样呢远远的望过去就是森林对吧 不知道他们是军队 结果这个森林就在慢慢的移动 那这最后麦克白伊斯最后被推翻了对吧 这么一个故事 不多说了说下去没底了这样 好 这就是莎士比亚 那么莎士比亚是否另有其人 因为有人认为以莎士比亚的人生经历 不会有这样的知识水平 我们看莎士比亚这个懂的东西啊 可以说怎么说呢 至少他对西方文明整个从古希腊到英国那个时代 各种知识各种历史他都懂 那么有的人认为莎士比亚以莎士比亚的人生不会有这样的知识 所以很早就开始有人怀疑这些作品另有作品 因为我们对莎士比亚的人生也不是很清楚嘛 那么有各种说法 有人还特地去考证 就是各种考证 一直到今天 都有人怀疑莎士比亚的这些作品是另外有人的 而且这个人应该是统一的一个人 为什么呢 就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它有特点的 有人可以考证出比如说一部作品里面第一部不是莎士比亚写的 第二部是莎士比亚写的 这是通过他的文风 通过他的那个写作手法是能看出来的 所以说明当时应该有个很厉害很有水平的人 哪怕不是莎士比亚的 那么肯定是很厉害的人 比如说培根 培根跟莎士比亚同是代理嘛 有人说莎士比亚的作品有可能是培根写的 因为培根自己是当官的 莎士比亚那时候他不能不好意思写 他偷偷地写完交给别人 那么培根在《新宫剧》里面 那本书我已经看过 他提到一件 他说要大家注意到那些未引起引人注意的诗人 那有人说培根说他自己 我写了这么多人家也没注意上我 关于培根是莎士比亚这个问题呢 以前有一个大数学家叫康托 我不知道你们数学系知道吧 康托知道吧 结合论里面考康托对吧 康托他的最后是发疯死的是吧 康托晚年曾经就一本正经的认为这个 莎士比亚的作品都是培根写的 反复考证这些东西 稍微介绍一下啊 接下去讲这个中国人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那么我要特地介绍朱生浩和梁世秋的这两个人的故事 不好意思这个写错了 朱生浩是1912年到1944年 梁世秋大概一直活到198几年 不好意思我这个我那时候做错了 我们中午莎士比亚全集这么宏大的作品 其实很早以前就中国雅片天真以后 就有人临散的把莎士比亚这些故事介绍到中国了 真正的第一个开始翻译 要把所有的莎士比亚作品全部翻译一遍 翻译进中国的是这个人叫朱生浩 那实际上我余雷我在中学时代 我到图书馆去借 我就借到三十遍全集了 我就一本本饶有欣慰的一本本看过来 因为确实蛮好看的 那么当时我看到是他写的意者朱生浩 我还不知道朱生浩这个人的背景怎么回事 都不太清楚 后来才慢慢知道 我知道这些故事以后啊相当的感动 朱生浩是怎么样一个人 你看他1912年到1944年 他才活了32岁看到没有 朱生浩我们很自豪 我作为上海人或者江南的人很自豪 朱生浩梁士秋都是我们这边的人 朱生浩是嘉兴人 梁士秋是杭州人 朱生浩是出生在嘉兴 从小读书在嘉兴读书 嘉兴江南这块地方的人读书也很正常 嘉兴他读书他在中学时代英语成绩就比较好 然后呢后来大概考进杭州什么大学 杭州师范大学还是什么大学 大学也是学英语的 相当不错 然后等到大学毕业以后呢 他就找了一份工作 就是上海的商务印书馆 然后在里面做编辑 朱生浩在他19岁还是20岁的时候 他给他女朋友 就是后来他的老婆写信的时候 就已经提到了 他跟他老婆说 你们是不是都很崇拜民族英雄 我现在就要翻译杀士比亚全集 我把他翻译出来的我就是民族英雄 19岁还是20岁 朱生浩没出过国 没留过洋 他的生活圈子里面也没有外国人 他就是靠中学大学的这些英语 居然把杀士比亚全集给翻出来了 你们现在还在考四级六级的人 你们觉得怎么样 觉得惭愧吧 你们还在什么三长一短就写一短 就做那种题目对吧 什么都不会就选C 那时候我还背得出来 就怎么做考英语考四级考六级的那些 朱生浩十几岁下定决心 我要翻译杀士比亚全集 朱生浩那女朋友叫宋清儒 今天朱生浩 如果你们去找朱生浩的作品 一个大的作品就是杀士比亚全集 有一份他翻译的 朱生浩翻译的杀士比亚全集 另外一个就是朱生浩和他女朋友之间的情书 朱生浩跟他那个老婆宋清儒之间写信 朱生浩在上海嘛 双方写信 今天网上这个书能下载的,谈恋爱的人 建议你们去看看朱生豪写的那些情书,可以学会很多 因为确实这个文化,文学水素养 包括他那个老婆宋庆如,也是很厉害 1912年到1944年,中国发生什么事情 他翻译莎士比亚那几年,他在上海的商务金事馆 又是各种战争,他的那个办公楼都被日本人炸得很稳 有的时候他就逃难,逃回老家,他的老家是嘉兴嘛 跑到农村里,有的时候一看上海,逃回老家没法工作,没法生活嘛 还得咬家户口嘛,他又得跑到上海去继续在商务金事馆工作 最后劳累二十四,三十二岁 死的时候呢,当然他也不是什么名人,他那些手稿就交给他老婆 他也没有完全翻译完《沙士比亚全集》 那么他老婆就把他那些手稿整理一下 然后当时就出版了,叫《沙士比亚戏剧集32种》 《沙士比亚戏剧集32种》 《沙士比亚戏剧集32种》 《沙士比亚戏剧集》一共有36个剧本 朱正好翻译了32个 另外一个人,我们中国翻译这个《沙士比亚全集》的人物就是这个梁士秋 梁士秋呢,本来就是个大文豪 本来就是知识分子出身,对吧 梁士秋研究外国文学 梁士秋他的条件肯定比朱正好得多,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去看梁士秋的那个 我们中国今天市面上流通的《沙士比亚全集》主要有两套 一套是朱正好翻译的,梁士秋翻译的 那如果仅仅看那个文豐呢,那确实梁士秋要比朱正好好一点 但是有人说朱正好比较重于远处 因为他一个字一个字翻译过来,对吧 梁士秋自己的文学水平相当高,对吧 那问题在哪里呢,梁士秋在抗战争之前那段时间 就一九三几年时候,梁士秋文人之间吵架吧 梁士秋和鲁迅吵了一架 吵架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梁士秋认为文学,文学主要反映的是人性 那鲁迅认为文学反映的是阶级性 工人阶级有工人阶级文学,自然阶级,自然阶级文学 梁士秋因为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不知道现在中学语文还收入这篇课文没有 曾经我们那时候有一篇课文 就是鲁迅有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就是骂梁士秋是资产阶级的罚走狗 梁士秋骂到资产阶级的走狗 鲁迅骂完了,两个文人斗嘴也就算了 鲁迅一九三几年就死了,梁士秋可是活得很长 到一九四几年的时候,毛泽东在延安看文医座谈会了 已经明确的宣布,梁士秋是资产阶级的文人 梁士秋那时候因为也是抗战的原因,梁士秋躲到重庆去嘛 梁士秋我就是文学家,我就讨论文学的各种问题 被你们毛泽东骂成是自然叠近文人 所以一九四九年的时候,梁士秋一看 那算了,那我,我要在大陆带下去,被你们给枪毙了嘛 梁士秋逃到台湾去了 梁士秋逃到台湾到五几年六几年 他完成了这个莎士比亚拳击的翻译 也就是说那个时代,在大陆能看到的莎士比亚拳击 后来就是中国人民文学出版 就把朱生豪翻译的三十二本 再加上一些别人翻译的东西补传了 在大陆出版的这个莎士比亚拳击 而在台湾那边出版的就是梁士秋的那个莎士比亚拳击 那么今天我们这里又能,今天我娱乐很幸运 我是两套拳击全都看过 我中学时代看的是朱生豪那套拳击 后来梁士秋那套拳击我是大学毕业一人 大学毕业以后我买了 梁士秋的拳击买下来看了,看了一遍 那么不管怎么说 现在好像还有一个叫什么方平的人 上海的人,又是我们上海的人 方平又把莎士比亚拳击用另外一种文的诗体全部从一翻译 但是比较有名的还是朱生豪和梁士秋 你们可以去,这两套书在中国都没买到 所以今天听我这个讲座 你们还在考试四级六级,每天背英语单词 你们想人家朱生豪多厉害 是挺佩服的 这是我们中国近代史上的这个伟大的翻译家,朱生豪 朱生豪他死得早,1944年就死了 他可没说什么文学有阶级性的 他要是那时候被他们给卯上,他又变成资产阶级文人 朱生豪可是认为这个莎士比亚的作品就反映了人的性啊,人性啊,什么的 当然朱生豪生前不是很有名 他也没有加入你们当时这些文人,这些吵吵闹闹闹 他就是一本之间在家里,拼命的要把莎士比亚全集给翻译出来 这就是关于中国翻译莎士比亚全集这个故事 稍微讲一下 那么关于莎士比亚就讲到这里 哎呀,其实你看莎士比亚就讲了半个小时 今天可能也有 那么今天其实主题是三十年战争 我介绍一下 三十年战争是1618年到1648年 主要以今天的德国地区为主战场 欧洲各国进行的一场世界大战 从那时候开始,欧洲就是每个多少年 全欧洲国家打一场世界大战,然后开个会 签个条约,一直到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吧 那么三十年战争爆发有几大矛盾点 最大的矛盾点肯定就是,还是新教与天主教的问题 那么当时新教是德国北部都是新教国家 北欧国家,荷兰英国都是新教国家 那么天主教呢是德国南部,法国,西班牙,波兰等等 也就是说,新教国家跟天主教国家存在的这个你死我活的矛盾,对吧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神圣罗马帝国中央 当时的中央其实是奥地利拉,对吧 跟地方诸侯之间,中央总想收拾这些地方诸侯 把德国统一起来,我是皇帝,你们都是伯爵公爵,我要收拾你们,对吧 好,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矛盾呢,我之前讲过 就是荷兰不是一直在独立吗 英国和荷兰是同盟吗 西班牙始终想把,对吧 吴迪先生对门也被英国打败了 还在打了,还始终想把荷兰给搞掉,是吧 接下去一个矛盾比较有意思 就是丹麦、瑞典、波兰这些国家之间的矛盾 整个我会介绍的 然后就西班牙跟法国 你看西班牙跟法国都是天主教国家 当时也是你死我活的矛盾 再看西班牙内部,葡萄牙始终想闹独立 整个这些矛盾,纠结在一起构成了这个三十年战争 那么这里顺便介绍一下,三十年战争中丹麦和瑞典起到的作用非常大 所以我要介绍一下北欧国家这个历史 那么,我以前还记得我最早在讲这个欧洲城市文明的时候 讲过那个汉萨同盟的时候我就提到过 1361年的时候呢,汉萨同盟与丹麦开战 结果丹麦是打败了,汉萨同盟占领了丹麦本土 然后双方牵连的条约 不仅获得大量的特决,甚至有权决定丹麦国王是由谁继承的 所以这时候其实丹麦是很衰弱的一个状态 等到这个瓦尔德玛斯死了以后呢 这个叫玛格丽特女王,就瓦尔德玛斯生女儿继位了 那么这个女王呢,她十岁的时候 她就与挪威国王哈康六世结婚了 那么1375年,这个瓦尔德玛斯,她是女的了 所以她的爸爸去世以后呢,她就立自己的儿子为国王 这也很正常,是吧 那么1380年呢,哈康六世也去世了 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奥拉夫同时成为丹麦和挪威的国王 但她那儿子才小嘛,但她儿子比她死得早 所以等她儿子死了以后呢,那玛格丽特直接成为国王了 也就是说这个女王,同时是挪威和丹麦的国王 那么挪威和丹麦就统一在一起了 那么她是一三,就是玛格丽特女王 1375年起实际长成,1387年儿子死后呢 直接成为丹麦和挪威的女王 同时也是格丽兰冰岛的女王 那么这段时间呢,瑞典又发生内乱了 这个玛格丽特是出兵瑞典,占领瑞典了 继300多年前,克鲁特大帝之后 再次,就北欧国家再次统一了 她把丹麦,挪威,瑞典统一在一个国王之下 三国法律上并没有合并 而是建立了这个叫卡尔玛同盟 法理上三个国家仍然各自选举国王 但通常都是选丹麦的国王 中间很多事情我就不讲了 有的时候他们也会弄各种矛盾了 但是基本上就是丹麦主宰了这个整个北欧 也就是说丹麦、挪威、瑞典三个国家 都统一在一个丹麦国王的下面 但是呢,一直到15几几年 1523年,有一个叫古古斯塔夫一世打败丹麦 脱离卡尔玛同盟,瑞典就获得了独立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瑞典和丹麦 丹麦还包含挪威和冰岛之间就保持竞争关系 虽然他们之间并不总是敌对 但有的时候也会结成联盟 但是总体上讲,瑞典和丹麦就是一个死对头 当然这时候丹麦还包含挪威啊 1520年以后呢,我先讲北欧国家 丹麦和瑞典都脱离罗马天主要成为新教国家 1563年到1570年是北方七年战争 丹麦联合汉萨同盟和波兰进攻瑞典 结果丹麦又打败了 丹麦始终觉得瑞典独立嘛 他始终要扑灭这个瑞典独立嘛 再讲讲法国 法国的情况是这样的 1610年的亨利四世是遇刺身亡了 当时年轻九岁的路易斯三纪委 路易斯三的老婆是玛丽美第奇嘛 美第社政 法国再次出现一个美第奇王太后掌权这个情况 两个美第奇 但这个美第奇跟前面的凯瑟琳美第奇可能 前面凯瑟琳美第奇掌控法国半个多世纪 全情天下对吧 这个凯瑟琳遇到这个人 红义祖教黎塞留 黎塞留呢小贵子出称 慢慢慢慢坐上大位 当时所谓的巴黎红义祖教就是法国的宰相 然后呢黎塞留掌权了 掌权因为路易斯三才九岁嘛 黎塞留与美第奇王太后产生激烈冲突 这个大臣把王太后赶出巴黎 滚吧 居然把那个美第奇王后给赶出巴黎 那路易斯三还留在那个巴黎啊 那么这段时间有一个著名的大中马那个小说三个火枪手 故事就发生在这个世界 不是大中马生活在这个世界啊 大中马写的小说就发生在这个世界 这里面故事很多 你想这个黎塞留这个人啊 在历史上看就是老倦计划 如果你看史书啊 各种手腕而且硬显得不得了 这是史书上这样看的啊 到实际上反过来的时候他也有本事 能够把王太后赶走 对吧 那么黎塞留是众世俗清宗教 法国是天主教国家 之前什么我还讲过吗 把之前什么宗教战争什么天主教国家打的死去活来 对吧 到亨利四世这个时候才是摆平 黎塞留就是一切都是以政绩为主 宗教就是他手里玩的一种东西 他自己是什么 法国完全没有宗教概念 不是说法国完全没关系 就是黎塞留的这个政治手腕 跟宗教关系不是很大 政治只是宗教只是他手里的一个工具而已 对吧 1636年玛丽美蒂奇逃离法国 最终死在客户 你看皇太后都被他搞掉是吧 1615年路易十三与西班牙的菲利三世的女儿安妮结婚 西班牙与法国暂时保持和平 那么这样的话这个安妮呢 西班牙的公主安妮变成法国的王后了 对不对 人家说这又是黎塞留的这个手段 就是掌控他们两个人路易十三和那个国王后 我路易十三一生就没真的有权过 权力都在黎塞留手里 安妮是西班牙嫁过来的 外面动不动就谣传安妮要再帮西班牙 因为西班牙跟法国是敌对的嘛 一直是敌对的 安妮就没办法 哎呀我虽然是西班牙嫁过来的 但是我现在已经是法国皇后了对吧 我肯定忠于法国的怎么样怎么样 安妮始终要表现出他自己忠于法国对吧 那么黎塞留就是把他们孕育长中 实际上都是黎塞留的阴谋 这边故事很多很多就不讲了 讲讲当时英国和荷兰 荷兰呢已经成为强国 开始大规模扩展海外殖民地 那么1609呢 我上次讲过 荷兰与西班牙签订的这个十二年停战协定 那么英国的詹姆斯仪式呢 他处事是相当谨慎的 比较少有大的作为 外交上与荷兰一直是保持同盟关系 特别提到一点 因为1609年荷兰与西班牙不是签订的十二年停战协定吗 结果到1621年大家都知道这个条约要到期了 西班牙和荷兰必然又打起来对吧 那么西班牙和荷兰 大家看地图啊 今天不是荷兰在上面 比利时在这里对吧 比利时当时就是西班牙的领土对吧 但是西班牙的本土在这里 所以西班牙要调军队 从陆陆海洛嘛 肯定西班牙已经布鲁英国和荷兰对吧 从陆地大规模调军队到荷兰 到那边去打仗的话 势必从德国这些地方走过去 意大利当时是西班牙的 德国我讲的神圣罗马帝国 主要的奥地利皇室 也是西班牙他们是一起的一家人对吧 所以这个英国这个詹姆斯一世 与新教的这个普法尔茨选帝侯联姻 詹姆斯一世把女儿嫁给那个普法尔茨选帝侯 菲特列五世 普法尔茨这个小的诸侯国 其实就在西班牙要从路底绕过去 到荷兰的那条路上 他们这些人当时无论是结婚啊 政治都是有道理的 英国为什么要跟这个普法尔茨选帝侯 詹姆斯一世为什么要让女儿嫁给他 就是为了让在德国境内留一块我的地方 让你以后西班牙一旦跟荷兰打起来的话 西班牙军队过不去 我可以找个理由 我英国军队可以来到德国帮 我帮我的女婿啊 是这个情况 当时这下外交的这些东西 再讲讲三十年战争的主角 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关系 1526年就是苏莱曼大帝那个时候 土耳其是攻打匈牙利 匈牙利国王拉约什二世在摩哈赤战役中打败了 逃的时候他在河里淹死了 这个国王一死呢 匈牙利实际上是亡国了 这时候呢 奥地利的大公菲特兰一世 我还讲过就是查理五世的弟弟嘛 查理五世后来把皇位让给他的嘛 是拉约什二世的媚妇 拉约什二世为什么让妹妹嫁给奥地利大公 因为匈牙利在奥地利在边上 匈牙利一直在跟土耳其打耶 你看就要被土耳其灭了 他当然拉上奥地利来帮我了 所以就让他的妹妹嫁给那个奥地利这个大公 那么奥地利就成为对抗土耳其的朋友耶 那么等到他死了以后呢 那么奥地利这个大公他就宣布继承 因为他作为他的拉约什二世的媚妇嘛 他继承了匈牙利王位 土耳其呢扶植另外的匈牙利贵族 那么你想从欧洲的这些国家这个角度 当然大家都承认这个奥地利大公是匈牙利国王了 那实际上大半的匈牙利领土都已经被土耳其给占了 那么从假如说我们以当时匈牙利人的立场 肯定也是支持这个奥地利 因为大家都是天主教徒嘛 而且你是我们国王的这个媚妇嘛 等于是奥地利军队是来解放匈牙利的 从这个角度 那么一般就这个情况 那么1565年呢 我之前讲过查理五十退位 把神圣罗马皇帝的皇位让给菲迪丹一世 那么奥地利大公因为得到了匈牙利王位 同时又得到了波西米亚王位 这个欧洲这些国家啊 互相结婚啊 结来结去 波西米亚就是今天的捷克 对不对 1490年当时是波西米亚国王入主匈牙利的 就是波西米亚国王变成匈牙利国王 结果后来换了几个国王了啊 最后这个匈牙利国王战死了以后呢 这样的话就奥地利又得到了波西米亚又得到了匈牙利 对吧 这个欧洲这些国家对吧 就这种情况 那么要注意 波西米亚王国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 我记得讲过 我讲过吧 有一段时间是波西米亚的国王跟哈布斯堡家族两大家族轮流当神圣罗马帝国王的 那么波西米亚当时的这个叫卢森堡王朝 所以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神圣罗马帝国首都在布拉德 对不对 而匈牙利王国不属于神圣罗马帝国啊 这个蛮搞的吧 就是说波西米亚王国、奥地利都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 而匈牙利王国不是 是独立的 但是他们三块地区又是同一个国王 对吧 这个欧洲这个是蛮搞的 要搞清楚这些不容易 那么三十年爆发 三十年战争就爆发了 这个分这样几个阶段 大致分四个阶段 波西米亚阶段、丹麦阶段、瑞典阶段、法国阶段 一直到1648年签订条约 我稍微讲一讲 那么这是主线啊 主要在德国境内打 其他的荷兰与西班牙以及葡萄亚战争 丹麦与瑞典战争、法国与西班牙战争 以及葡萄亚的独立战争都在同时发生中 那么首先讲为什么会爆发三十年战争 一开始呢 好像就像我们第二次世界大战争之前 大家都知道要打世界大战了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大家都没想过 没有一个国家想到会打一场世界大战 都是萨拉罗那个小小的矛盾 奥地利先跟塞尔维亚打起来 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 塞尔维亚说我背后有个俄罗斯 俄罗斯在对奥地利宣战 奥地利说我背后有德国 我不怕你俄罗斯 德国在对俄国宣战 俄国说我已经跟法国签订条约了 法国在对德国宣战 英国跟法国又是同名 全世界咚一下就全打起来了 第一次也是这么爆发的 一开始就是塞尔维亚跟奥地利之间这个问题 结果打成这个样子 打成一锅转第一次现在 那么三十年代其实一开始也是这样 首先是波西米亚 波西米亚国王同时又是匈牙利国王 1520年以来一直由神圣罗马皇帝兼任 所以皇帝一直认为波西米亚是自己的领土 这个也没问题 奥地利和匈牙利是天主教国家 波西米亚是新教国家 这个怎么办呢 所以一开始 菲地乃伊士和他的几个既任者对宗教问题比较宽容 避免发生过去曾经已经爆发过宗教战争了 不要打了大家反正你们新教啊 我们这里摆平这一切 转眼之间这么多年过去了 到1617年的时候 菲地乃伊士有一个菲地乃伊士也是他们哈布斯堡家族的 继位成为波西米亚国王 1620年又继位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他采取了复兴天主教的政策 引起波西米亚新教族的不满 怎么说呢 他是新天主教徒了 他总共是偏向天主教徒了 反正就是这些事情 1618年发生叫智充壮坏事件 什么意思呢 布拉格人发动其实也算起义吧 就把菲地乃伊士派来的三名官员 从一栋高楼窗户扔出去 其实也是一帮柜子吧 把那个皇帝派过来的官从那个楼里面扔出去 三个人落入垃圾堆 我这垃圾堆写的漂亮 就是写文字呀 其实他们说是落入那个粪堆 三个人都没有受伤 连受伤都没有受 所以后来天主教徒认为这是个神迹 就是神是站在我们这边 你看三个人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来都没有受伤 那么布拉格人很聪明 就是杰克人很聪明 知道跟皇帝对抗 马上推举菲地乃伊士 也就是英国那个詹姆斯一世的女婿 为波西米亚国王 这导致他们也希望 实际上导致英国军队进来 进到杰克来帮他们 对吧 那菲地乃伊士 菲地乃伊士一看 这个情绪不得了 这波西米亚军队是接连获胜 军队打到维也纳城下 菲地乃伊士求和 别打了打不过你们 但是菲地乃伊士我们知道 奥地利和西班牙是一家 所以他暗中寻求西班牙帮助 结果天主教门军就到达了 到达以后呢 波西米亚军队就败退了 那么1620年11月爆发白山战役 皇帝和天主教联盟大胜 菲地乃伊士就逃到荷兰去了 那么这样呢 奥地利皇帝就重新占领了整个波西米亚 这有个插曲 笛卡尔作为固域军士兵参加了白山战役 笛卡尔当时是个当兵的 笛卡尔当时二十几岁吧 参加了白山战役 那么后面的故事就不知道是不是 笛卡尔参加完白山战役 以后呢他不是在捷克吗 他到布拉格 那时候蒂古布拉赫和开普勒都在布拉格 那么笛卡尔可能见到过蒂古布拉赫和开普勒 由于这个白山战役皇帝和天主教同盟大胜以后 这个菲地乃兰二十厉害了 哎呀这样我的天主教终于可以赢了 他就下令 就类似西班牙 西班牙以前西班牙、葡萄牙都实施过这个政策 就是一教徒其实就是新教徒 必须离开神圣罗马帝国领土 全部赶走 神圣罗马帝国就应该是天主教了 西班牙就采取过这个政策 他也采取过这个政策 然后他就派军队往北 德帝国军队在德国传统的新教地区也大获全胜 基本上就是往北推进嘛 他要统一德国了 引起其他新教国家的和法国的恐慌 法国一看西班牙和奥地 法国一向跟他们敌对了 但法国那时候掌权的离塞留 离塞留最后使坏了 自己先不出兵 怂恿英国、荷兰、丹麦 结果呢 这几个国家开始秘密协商了 接着就出现丹麦参战 丹麦当时的国王叫克里斯蒂安四世 他属于比较享有座位的国王 那么1611年 我刚才想过北方基建战争 之后呢他又与瑞典发生 他一直在跟瑞典打 丹麦有胜有败了 他也很有想要走 想学那个荷兰、想学英国 于是呢16年他们成立了丹麦东印度公司 1620年他也在印度获得一块小殖民地 叫特兰奎吧 今天这是旅游圣地啊 印度人就管那里叫丹麦城堡 肯定是很有外国风格的丹麦风格的建筑 那么当时有人要说这个印度怎么回事 东一块地方西一块地方被你们欧洲人拿去 其实这种地方可能感觉上跟澳门也差不多 而且印度的中央王朝对这种东西也无所谓 它是很南印度的地区 印度当时中央的那个叫什么 莫沃尔帝国对于这些地方根本就实际上也没怎么控制 而且你这里设置一块小殖民地对印度当地的王宫贵族来说也是赚钱的 所以也无所谓 对吧 介绍一下 好 法国这个黎塞流使坏了 在他的挑动下英国荷兰丹麦三国结成新教联盟 并且决定由英国荷兰出钱丹麦出兵 其实谁出兵谁倒霉对吧 去拯救德国北部的新教徒 1625年克里斯蒂埃斯率领两万军队进入德国北部 加上当地的新教居民的支持丹麦军队是索相平民 这皇帝的军队一下子就被打吹了 皇帝一看这样不行打仗打开就不行 丹麦军队来了 当时奥地利还打不过丹麦 那么出现了一个人物叫华伦斯坦 这个可是德国的英雄 德国的民族英雄啊 后来说他是德国民族英雄 他是出身波西米亚的一个破洛贵族家庭 所以他是个捷克人了 现在我们讲捷克人还是德国人 当时他自己肯定没有这种感觉对吧 后来从前镇压波西米亚其一国之中 成为皇帝军队的重要任务 帝国的国库已经经历的刚才那场战争已经没钱了对吧 那么华伦斯坦跟皇帝说了 我们不让国库拿钱了 以战养战 征兵 就地供养军队 华伦斯坦这点比较厉害 另一方面德国老百姓可遭了压 那么有人说华伦斯坦的军队有什么特点 跑到一个地方抢当地的东西 军队不要国家给钱了 就抢当,打到哪里哪里抢钱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那些士兵,士兵怎么来的 那些老百姓啊 只有通过当兵才能活下来 华伦斯坦这个时候开始整个三十年战争 包括整个欧洲的战争 发生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之前都是雇佣兵 都是职业军队 穿上盔甲打仗 包括前面的那些战争都是职业军队 所以德卡尔作为雇佣兵可以 德卡尔是个法国人 跑到荷兰去又被雇过去打仗对吧 雇佣兵就是花钱打完让都给他们钱 不管打死打完都给他们钱对吧 而且装备也是非常优良的 雇佣兵的装备对吧 这套航头一般人装备不起的 华伦斯坦还是不这样的 农民都来当兵 农民都来当兵 盔甲也用不着了 当时盔甲已经慢慢 这时候已经从冷兵这次慢慢转成热兵 虽然长矛啊刀啊还得用 但是打仗已经有个特点了 先用大炮轰异症 从那时候开始排队枪比 看过没有 因为枪的准性是很低的嘛 所以大家排成一排 到射程一排子弹一起打出去 然后后面一排枪又上来 我们中国人把这个叫排队枪比 就是这样排队枪比 看上去很少的 这个战斗力可要比蒙古疾病还厉害得多 对不对 那么丹麦军队进入德国北部这么厉害 菲林南二世没办法 只能任命华伦斯坦为大元帅对抗丹麦 那么华伦斯坦的军队可是很厉害 获得全胜 只用了两年时代 战争就进入丹麦本土了 丹麦这个光吃不下了 我本来是因为准备撩一票的 没想到打到丹麦本土了 迫使丹麦缺和 1629年丹麦成人战马退出战争 华伦斯坦获得了巨大的声望 从而引起菲林南二世以及奥地利传统的贵族不满 在打败丹麦之后 华伦斯坦被解除并全 回到自己在波西尼亚的封地 你看华伦斯坦是个英雄 其实是蛮悲剧的 好 奥地利皇帝又打赢了 好 接下去 顺便讲一讲 1621年西班牙和荷兰之间十两年停战到期 双方再次开战 这是我下次主要再讲 西班牙的目标是彻底打败荷兰 恢复对荷兰的统治 而荷兰的目标则是卓取整个南部的尼德兰 就是今天比利时的地区 但是双方对上述目标都没有信心 所以在尼德兰战亦互有胜负 另外荷兰开始在全球范围攻打 西班牙和葡萄亚的殖民地 在澳门也在打 在菲律宾也打 在印度尼西亚、印州、美洲、巴西都打起来了 因为荷兰这种时候你看这个已经是世界大战了 全球 当然在澳门打的话 欧洲他们多少万军队火兵 在澳门的话就派几百个人去打 澳门那边葡萄亚人也几百个人 据说最大的一场战役 葡萄亚守军才150个人 反正就把澳门给守住了 这是我下次讲荷兰时候再讲 反正同一时期他们也在打 丹麦战败以后 瑞典国王叫古斯塔夫二世 他挑出来了 他要决定做新教的救星 他获得法国的资金 瑞典跟法国之间的关系都一直很特殊 我们后面看一直在拿破仑时代 瑞典和法国都有一层特殊的关系 有一层相当于同盟关系了 黎采琳又给瑞典钱 法国当时比较富裕比较有钱 1630年他出兵德国北部 到1630年两年之间德国北部和西部地区又都被瑞典给占领了 比较严重的是瑞典一直打到慕尼黑打到巴伐利亚了 等于是快到维也纳了 慕尼黑和巴伐利亚是天主教的基地的 古斯塔夫这种当时首先民族概念不强 不认为是外国人德国人 虽然战争发生在德国本土 主要还是新教 新教要去报仇 杀光天主教徒 天主教徒也要报仇 杀光新教徒 天主教的军队进了新教村子 就是杀光新教村子里的人 新教的军队进了天主教村子也得这样 双方已经形成一种 怎么说呢 三线战争是一场非常惨痛的一种战争 古斯塔夫二十这么厉害 奥地利皇帝一看这怎么办 只能重新启用华伦斯坦 这次华伦斯坦说了 你再用我 你要什么兵权什么权都给我 这次华伦斯坦拥有了更大的权力 结果1632年11月份 旅程会战 在今天莱比西东南 瑞典军队获得大胜 华伦斯坦败退 但是古斯塔夫二世在战场上被人一枪打死 古斯塔夫二世被新教徒视为是圣人 古斯塔夫二世死了以后 他们那些遗物啊 今天还在博伦馆 古斯塔夫二世穿着那些衣服上面有一个洞 就是子弹打的洞 古斯塔夫二世一死 相当于瑞典战斗力就下降了对吧 古斯塔夫二世只有一个女儿叫克里斯蒂娜 他是当年六岁就继承王位了 古斯塔夫二世出征的时候 已经跟瑞典国家打致的家 我要请你们立我的女儿为国王 你们一定要扶持我的女儿为国王 这克里斯塔二世是属于欧洲人啊 这个无论是虎妇无犬女还是虎妇出什么犬子 虎妇无犬子对吧 虎妇无犬子这克里斯蒂娜 克里斯蒂娜这个人在历史上也很有名 比如说最有名他对打仗不感兴趣 其实他对政治没人 他关心的是科学 所以等他长大了以后 他有权了以后 他1649年23岁的克里斯蒂娜请基卡尔来到瑞典 但是基卡尔受不了寒冷的天气 到瑞典以后几个月就死了 基卡尔就病死了 所以克里斯蒂娜后来一直佛罗伦别说 哎呀是我害死了基卡尔 是我害死了基卡尔 到最后他是厌倦了政治选择了退位 把皇位让给他表哥 克里斯蒂娜二世一辈子没结婚 对婚姻对家庭没有任何兴趣 对政治也没有兴趣 就喜欢研究数学哲学 也比较有个性 华伦斯坦试图在德国建立一个极权体制 弗蒂娜二世以及奥地埃传承会组肯定对华伦斯坦不满 华伦斯坦在跟瑞典打嘛 华伦斯坦集什么军队大权一圈 他就秘密跟瑞典方面谈判 古斯塔夫二世战事以后 弗蒂娜二世再一次解除了华伦斯坦的兵权 并且1534年把他给暗杀了 华伦斯坦是一个比较悲剧性的英雄人物了 那么华伦斯坦他的手下那个团队里面有个比较有名的战兴师叫开普勒 三十年战争不敢把德国人民给打下来 把开普勒也就很惨了 开普勒本来是叫什么帝国数学家 就是皇帝给他工资的 布拉格有个天文台的 三十年开打 这个皇帝自己都没钱的 哪会给你天文学家发工资呢 开普勒没办法 只能出去给人家做家庭教授会给人家算命 就给华伦斯坦算命 给你算命 他不是看得懂星象吗 华伦斯坦是比较迷信的 那开普勒其实有一封信里面很著名 他那些算命给人家看星这种东西就是骗骗你们的 那时候开普勒已经发现了神仙运动三定律了 开普勒最后就纯昏了一生 最后半生纯昏了一生 就是因为三十年战争国家不给他截了 他没办法了 1534年9月 古斯塔夫二十死了以后 华伦斯坦也被暗杀了 1534年9月纳德·林根会战帝国军队 包括西班牙大胜瑞典重新占领布兰德堡和萨克森 这样的话 德国奥地利军队又上去了 面对西班牙和奥地利的生意 这个黎塞里奥做不住了 法国做不住了 黎塞里奥决定法国庆祭参战 所以这是从法国参战时 1635年法国参战 重新开始了过去西班牙和法国的这个战争 那么出现了主要是瑞典和法国结盟对付西班牙和奥地利这种情况 对吧 1640年西班牙长期战争导致的经济困难 国内人民起义 西班牙方面 西班牙国内已经到处起义了 人民已经穷昏了倒了 大家想想西班牙大航海时代 刚开始大航海 刚到美洲的时候 抢了这么多金子银子回来 每个西班牙人都有钱了 这一百多年过去了 该抢的就抢了 美洲已经变成普通的农业地区了 都是农民了 奴隶社会啊 就是状元族还有很多黑洞替他们中间 印第安人也死差不多的 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样一船船金子运回来了 对不对 所以西班牙本身又 从这时候开始西班牙就变成一个很穷的国家了 那时候是加泰罗尼亚这个地方发动起义 推翻要独立要闹独立 加泰罗尼亚现在也在闹独立 葡萄亚不是西班牙方面一部分 西班牙要让一支葡萄亚军队去镇压 这葡萄亚军队一看啊 镇压的屁啊 葡萄亚也要闹独立 结果葡萄亚就独立了1640年 也是因为三十年战争把西班牙给脱化了 你说这边这个丹麦不是刚才不打了吗 丹麦一看瑞典现在这么恨了是吧 瑞典这么厉害是吧 丹麦看不下去了 1542年丹麦对瑞典宣战 蛮有意思吧 那时候欧洲这个国家 照着说瑞典一开始不是丹麦代表新教去拯救新教徒吗 丹麦不是被华伦斯特打败了 瑞典来拯救新教徒 然后丹麦看不下去就对瑞典宣战 其实一开始丹麦还是很厉害的 然后呢瑞典一看啊 那我背后还有一个荷兰啊 对不对 荷兰这么强大的国家 瑞典就与荷兰结盟 荷兰就出面了 荷兰出面 荷兰舰队一到 丹麦就只能战败了 因为荷兰当时已经是很强大的国家了 打成一波之后啊 好 1642年 离赛六死了 1643年路易十三去世了 哎呀这个福尔泰这个人啊 写书啊是很有笔法的 路易十四活着的时候 他发布的命令也没有人听 他死了以后 他那个遗嘱马上被他老婆宣布 否定了 路易十三这个人其实一生确实没什么厉害的地方 路易十四当时五岁继位了 法国就是路易十四的时代了 那么当时这个掌权红义主教叫马扎然 加上这个皇后太后叫安妮 这种事情发生变故以后 这个马扎然不是法国人是意大利人 这个安妮我刚才讲的是西班牙人对吧 这里说是 这讲西班牙人掌权了 他还跟西班牙打吗 还打 打得特别厉害 福尔泰那个路易十四那本书写的蛮搞笑的 他说双方无论是西班牙还是法国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打 反正我们就得打 我们法国和西班牙不会好打 这得打 你打仗目的是什么 比如说你是打赢了以后 你要哪块领土你要抢过来 或者想从西班牙那里得到什么呢 没有 反正就是要打 结果呢1643年发生这个比较有名 叫罗克鲁瓦战役 法国大使西班牙 法国统帅生年仅20岁的孔代秦王 孔代秦王后面的故事多的不得了 以后再说 等到路易十四那个时代再说 孔代秦王后来是路易十四那个时代是法国的主要将领 那么这场战役确立了这个法国陆军在欧洲这个地位 实际上从1643年起 就是离塞留去世后不久的 参战各国就开始各种谈判 这么多国家参与在里面 对吧 终于 经过N年的谈判以后 谈判谈各种谈判谈了N年 终于参战各国签署了叫威斯特伐利亚合约 参战各国签署了 这份合约是人类立场第一次提到了国家主权的概念 领土的概念 所有参加合约的国家 承认了荷兰、瑞士、萨弗伊、米兰、热纳亚、曼图亚、托斯卡纳、卢卡、摩德纳以及帕尔玛等国的这些独立 那么像托斯卡纳应该知道就是佛署伦萨 卢卡就是佛署伦萨边上的那个小共和国 摩德纳、帕尔玛我也不知道在哪里 估计也是意大利的一个小国 神圣罗马帝国依然被划分为三百多个诸侯国 而且都是独立的 只是要向皇帝效忠 新教的地位再次得到了承认 30年打完了 很多后来人家反思 德国人为什么打这个仗 打完了还不如打 打之前新教听说就这样 打完了还这样 白打了这仗 这是一幅有名的画 是一个荷兰画家画的 就是这个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以后有画家画的一幅画》 这跟今天我们拍个照一样 然后大家拿这个条约的文本 欧洲各国的这些代表都在上面发誓 对天发誓 这幅比较有名的画 打完这个仗以后 欧洲各国把这个疆界重新 就是领土划分了一下 法国、西班牙、葡萄牙 当时西班牙还没承认葡萄牙独立啊 西班牙还占着科西加、西西里加、纳布洛斯 还有米兰 还有比利时这一块 还有伯格蒂这一块 西班牙还占这个 这个很大的国家叫波兰 那边是俄罗斯 上面是瑞典、丹麦 苏格兰、英格兰和阿尔兰其实在一个国王的统治之下 只不过理论上是三个国家 实际上是相当于一个国 这么大个是土耳其 北非嘛,我以前想说,菲利二世也没守住北非 北非全扔给土耳其了 对吧 欧洲国家留下几个据点 荷兰嘛在这里 但是你看这个德国变成什么样子 这根红线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将军 也就是这边是波西米亚和奥地利 这边是匈牙利 匈牙利不属于神圣罗马帝国 匈牙利不属于,属于那个 维尼斯还是这个地方 那塞浦路斯在这里 塞浦路斯在这里对吧 塞浦路斯岛是被土耳其给抢去的 维尼斯还占着克里特以及希腊的一些地方 这个地方叫达尔玛提亚海岸 这个海岸就维尼斯这种国家 它不会深入内陆了 它就占据这个海岸线 所以今天如果你们看今天的世界地图 欧洲地图有的很 就是克罗地亚跟那个 波黑的交界的地方 波黑是这么一个国家 克罗地亚在这里 但是克罗地亚伸出一只角来 沿着这个海岸线 伸出一只角来 这个叫达尔玛提亚 就是因为当年这块地方是维尼斯的 所以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个地方 再看看德国 这个地图拿着一看 三百多个诸侯国 比较大的啊 这个是你看波西米亚 西里西亚和奥地利 都属于这个皇帝直接管的 这是巴巴利亚 这博兰登堡 博兰登堡当时还叫博兰登堡 这个选帝后后来成为普鲁士的国王了 但是普鲁士那块地方不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 普鲁士是属于波兰的 就是博兰登堡那个选帝后 又是波兰登堡下面的一个公爵 又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公爵 不叫公爵就是一个诸侯了 又是波兰下面的 同时它有两块领土 一个就是博兰登堡这块 就在德国之内 一个在普鲁士理论上讲 应该是属于波兰的 这上面这太多了 这乱七八糟这些我也讲不清楚 这个叫什么 萨克森 萨克森、柏兰登堡都比较大 稍微大一点 巴巴利亚都属于大一点 这么多乱七八糟 实际上欧洲特别是法国 一直努力的维持的 他也努力的不许德国统一 一直到后来到最后 一直到187年巴巴普法战争 法国的政策就是不让你德国统一 那么三十年战争的影响 打完这个仗以后 荷兰、法国、英国已经成为一流强国了 德国人口损失 这是维基百科上写的 日安曼各邦国大约被消灭了25%到40%的人口 维腾堡死亡四分之三的人口 布美拉尼亚被消灭了65%的人口 希利西亚被消灭了四分之一的人口 让曼各邦国男性将近有一半死亡 十分惨烈 所以德国为什么打这个仗 后来德国人说了 不就是瑞典、丹麦、英国、荷兰 在我们德国的领土上打来打去 西班牙人在我们德国的领土上打来打去 但是当时丹麦人和瑞典人进来的时候 德国新教徒都是欢迎的 还把瑞典的古斯塔夫 视为新教徒的救星 对不对 这场打完以后 这个西班牙和神圣的罗马帝国就补体了 这个西班牙也变成落后国家了 一讲西班牙和法国一对比 法国已经争争日上 西班牙已经是穷国了 那么启蒙运动以后呢 德国民族运动就兴起了 《三十年战争》经营法词比较有名的就是习勒 写了一部《三十年战争》的《三十年战争》史 这本书有中文版 但这个中文版我们现在正在同样是翻译 人家中生后粮食后翻译什么水平 这一本书我不想提那个人的名字 翻译成连中文语句都不通顺 真的真的 翻译的极差 大概也是为了完成某个任务凑出来的一本书 虽然中国现在网站上各地也有卖的这本书 但翻译的极差 你看朱生豪那种 朱生豪可是真是欧星力学翻译一个《三十年战争》 把自己的命都搭进去了 那么这是一部历史书 另外《华伦斯坦三部曲》是一部戏剧作品 也是喜乐写的 在这里面华伦斯坦被这个民族英雄了 那么确实是华伦斯坦也确实 那么华伦斯坦他的怎么说 看他的一些作为 他曾经试图利用手中的军队和权力 平定各地的诸侯在德国建立起一种新的 类似于法国的或者英国的那种集权制的一种体系 但这个体系实际上是宣告失败的 那么《三十年战争》的后续 英国的詹姆斯是不是死了以后 他儿子查理一世继位嘛 查理一世1525年对西班牙宣战 因为战争开销过大引起议会不满 查理一世就解散议会 不要议会给钱了 我自己争税 所以这件事情最终 反正就是查理跟那个当时英国已经有新兴的那个自残阶级嘛 查理一世跟这个自残阶级之间这种矛盾 再加上这个对《三十年战争》英国也要花好多钱嘛 英国当时那些贵族就觉得莫名其妙 这么远的地方去打仗我们英国为什么掏钱 但是查理是为了掏钱 强行征税 最终也是导致了1642年这个英国革命的一个原因嘛 1642年《三十年战争》还没爆发 还没结束的时候英国就开始革命了 葡萄牙是闹独立的 小规模战争是持续到1668年 西班牙才正式承认葡萄牙的独立 那么法国和西班牙刚才那个条约签计的时候 法国和西班牙可没有停战 一直打到1659年叫比利紐斯条约 福尔牙就说了双方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打这个招 反正就是要打的 那么荷兰对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争夺 海外殖民地战争一直持续到1663年 这时候荷兰的主要对手已经不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了 已经是英国和法国了 那么整个三十年战争我就稍微介绍一下啊 因为故事很多很多 这个华伦斯坦的故事网上你去看 中国我知道中国也有很多人很喜欢这些故事 华伦斯坦的故事可是非常有戏剧的 最后怎么被人给暗杀了对吧 那个德国那个奥地利皇帝可没说过是我杀了华伦斯坦的 因为华伦斯坦名声太小了 其实应该是奥地利华伦的指使就是示意别人去杀华伦斯坦 三十年战争德国打到翻天覆地的同时 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比三十年战争更加重要 我稍微介绍一下 1600年到1650年这五十年间 欧洲发生了近代的科学革命 那么1609年是伽利略开始使用望远镜观察行空了 1605年到1609年开普勒是发现了行星律动三定律 1626年是弗朗西斯培根是去世的 1637年迪卡尔发表了他那本朔故真心的名著叫《方法谈》 这本书里面很多学数学的应该知道 这本书有个附录 这个附录提到了数学问题 他说我们可以建一个东西叫做坐标系 从此以后数学我们知道有解析几何这本本数学了 迪卡尔在这本书里面第一次提出了 那么1642年是伽利略去世 1643年是牛顿出生 两个人也没相差多久 我上次讲过伽利略出生那年是米开朗去世 人家说灵魂这个也是迷信啊 那么这些年里面中国也发生大事了 这些年里面1620年是李自成发生兵变了 发动兵变 我觉得李自成这次只能叫兵变不能叫起义 因为李自成当时是个当兵的 发不出军饷所以他就闹事了 兵变了 1644年李自成进京 从政帝自杀殉国 吴三贵强庆中国发生这么大一个事情在这段时间里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